在一个名叫罗殿的小镇上,住着一个年轻人名叫王子福,他从小失去父亲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 王子福聪明过人,14岁时就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学校。 他的母亲最疼爱他,平时不让他随便外出玩耍。 他曾经与萧家的女儿订婚,但女方还未嫁过来就夭折了,这让王子福感到很遗憾。 在元宵节的那天,王子福的表弟吴生邀请他一起出门赏灯。 两人走到村外,忽然吴生被家中的仆人叫走了,王子福只好一个人继续逛。 在街上,他看到许多年轻女子在玩闹,忽然,他注意到一个女孩,他手中拿着一枝梅花,容貌美丽,笑容迷人。 王子福被他吸引住了,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 女孩察觉到他的住室,对身边的婢女笑着说,那个男孩的眼神像个小偷,然后他把花扔在地上,笑着走开了。 王子福捡起地上的花,心中怅然若失,久久不能平静。 回到家后,他把那枝梅花藏在枕头下,从此郁郁寡欢,不吃不喝。 母亲见他日渐消瘦,十分担心,请了许多医生都无济于事。 一天,吴生来看望他,王子福泪流满面地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心事。 吴生听后笑道,这有什么难的,我们可以去找那个女孩,只要她未嫁,这事一定能成。 王子福听了,心情好了许多。 吴生出去打听那个女孩的下落,但一无所获。 尽管如此,王子福的精神还是有所好转。 几天后,王子福等得不耐烦了,决定自己去寻找那个女孩。 他带着那只枯萎的梅花,独自出发了。 王子福一路问寻,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找到了一个符合描述的地方。 他走进村子,看到一户人家门前种满了花木,环境清幽。 他坐在门前的大石头上休息,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个女子的呼声。 小龙,不久,一个手持杏花的女孩出现了。 王子福认出他正是元宵节那天见到的女孩,心中顿时欣喜若狂。 王子福在门外徘徊了一整天,终于引起了院中老奶奶的注意。 老奶奶出来问他,你是谁,在这里干什么? 王子福回答说,我来找亲戚。 老奶奶请他进屋,还告诉他他的姓氏是秦,原来正是王子福的姨母。 王子福非常高兴,和老奶奶聊了许久。 后来,英宁也出来见他,王子福对他一见钟情,难以自拔。 王子福留在姨母家住了几天,与英宁渐渐熟络起来。 他向他表白心意,英宁虽有些腼腆,但对王子福并无特别感觉。 尽管王子福对他一见倾心,英宁却始终只是礼貌而疏远地对待他。 王子福尝试用各种方式接近他,表达自己的爱意,但英宁总是淡然回应。 王子福回到家后,始终无法忘记英宁。 他日夜思念,身体逐渐消瘦。 母亲见状非常担忧,甚至请来了道士做法驱邪,但毫无效果。 王子福的表弟吴生再次探望他。 王子福将自己对英宁的思念和苦恼全盘拖出。 吴生安慰他说,也许他只是暂时没有感觉,你可以再试着接近他。 在吴生的鼓励下,王子福决定再次去找英宁。 他带着那只枯萎的梅花,独自出发了。 到达英宁的村子后,他再次见到了英宁,但英宁对他的到来依旧无动于衷。 尽管王子福尽力讨好他,英宁始终对他没有特别的感情。 王子福不愿放弃,决定留在英宁的村子里,希望通过长时间的接触能让英宁改变对他的看法。 然而,英宁始终对他没有任何爱情的回应。 他只是把王子福当作一个普通朋友,甚至对他的示好感到困惑和不解。 王子福的执着追求最终还是没有打动英宁。 尽管他对英宁亲近了所有的爱,英宁始终没有爱上他。 王子福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,最终在一次严重的病发中离世。 他的母亲悲痛欲绝,邻里相亲也对这段爱情故事议论纷纷。 人们开始指责英宁,说他是导致王子福早逝的原因。 他们认为,如果不是英宁的冷漠,王子福不会如此郁郁寡欢而早逝。 面对众人的指责,英宁感到无比委屈和痛苦。 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,但心中的难过让他决定离开这个地方。 英宁默默地收拾行李,离开了这个曾经居住的小村庄。 他走进深山,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罗店。 人们慢慢忘记了这段悲伤的爱情故事,但在王子福母亲的心中,这段回忆始终无法抹去。 英宁的离去让王子福的故事成为了罗店的传说。 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着这段悲伤的爱情,感叹命运的无常和爱情的难测。 虽然英宁离开了,但她的笑容和美丽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 王子福的母亲在晚年常常对着王子福的遗物发呆,心中充满了对儿子的思念和对英宁的复杂情感。 他明白,爱情并不能强求,而儿子的离去更是命运的安排。 尽管如此,他仍然希望英宁在远方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这个故事提醒人们,爱情并非总是美满的结局。 有时,爱而不得也是人生的一部分,部分,部分。